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射雕英雄传角色确定原因及未来发展 在近日的网络曝光中 我们得知了肖战能够扮演射雕英雄传中国静一角的原因 这一角色的确定得益于导演徐克亲自选择和剧组的全方位选拔考察 据悉,肖战之所以能够成功塑造这个经典角色 是由于他在妆容、气质、表演等方面的综合考虑 而肖战作为一位优秀、敬业的实力派演员 自然会受到广泛的欢迎 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 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肖战饰演郭靖的全新形象 虽然电影尚未杀青 但已经宣布将在春节当上映 相信一定会成为一部票房爆发的大作 此外 网上还频繁爆料肖战下一部巨货将是藏海戏林 虽然目前尚未得到官方宣布 但这一消息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总的来说,我们希望肖战能够继续得到广泛的支持和信任 他的演技和展现的状态不可分割地影响着观众对他的认可 作为一位年轻演员 肖战应该继续保持初心、勇往直前 在演艺道路上不断成长 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我们期待能在电影院里见证他在《射雕英雄传》中的精彩表现 肖战的未来可期 我们希望他能够持续努力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会在大荧幕上欣赏到肖战全新的电影作品《射雕英雄传》 在那个时候 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位年轻演员的成长与进步 幕后肖战令人肃然起敬 乐坛前辈盛赞肖战敬业 分享三件感动事迹 近日 乐坛前辈 也是和肖战合作新歌同路人的乐评人 发文赞扬肖战 也分享了肖战幕后工作的状态 让人肃然起敬 值得称赞 值得一提的是 前辈夸赞肖战工作非常敬业 还分享了三件感动事迹 肖战从外地风尘仆仆 数小时车程来到拍摄场地 本身就非常疲惫不堪 然而肖战还是非常敬业 每一处细节都能够面面俱到 据悉 幕后的肖战属实让人肃然起敬 乐坛和肖战合作新歌同路人的前辈发文夸赞 肖战非常敬业 分享了三件感动事迹 分别是疲惫不堪状态下 依然保持认真严谨 每一处录音和镜头都追求精益求精和高强度配合 工作非常顺利 这就是幕后工作的肖战 一个词形容就是敬业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确实如此 没有这样的态度和初心 肖战不可能成功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也都纷纷为肖战点赞 特别是这首《同路人》上线后好评如潮 超过100家官媒争先恐后报道 一天时间全网播放量就突破了9000万 永登音乐榜单Top10 非常牛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歌手 也是一位正能量十足的偶像 支持肖战无可非议 总之恭喜肖战 也感谢大家对肖战的认可和鼓励 肖战只会继续努力 勇往直前 继续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这段时间肖战主演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应该要杀青了 祝福肖战一切顺利 肖战未来可期 再创佳季 前程似锦 成为顶级流量的几大因素 看到最后 你心中的偶像符合吗 一线明星 听起来像是一种褒奖 但对真正的一线明星来说 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哪怕明知道他是一线明星 也要保持谦逊 不张扬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顶级流量的原因 一 必须是有代表作的 要想要登上一线 必须要有一部出名的小说 而出名的小说 也是一部小说 在播放或者放映之后 获得了大量粉丝的一部小说 可能之前几年都没有什么名气 但是如果有一部小说或者一个人物 能够让人很快地将其记忆下来 那么这部作品或者人物 就会成为一部经典 就拿陈情令李肖战扮演的魏无限来说 他对魏无限的出色演绎 很快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了他 也让肖战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毫无疑问陈情令就是肖战的成名之作 二 持续的高质量产出 一部电影的播放时间是有时间限制的 所谓的时效 就是在第一集的时间里 延迟是说 一些好的小说 会被重复播出 对许多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一个演员要想让自己的作品一直留在屏幕上 就是为了不让自己被人忘记 所以一年也没必要拍三部电视剧 也没必要一年拍三部戏 身为演员 谁不想有个好的剧本 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不可能一直都是同一个人物 除非是电视剧或者电影 如果一个人物长得太过相似 或者走得太远 那就没有任何的好处了 类似的角色是指一个演员总是饰演一个角色 他的败露人员有很多 有演技不好的 也有抢戏的 在肖战的新电视剧《焦阳半窝》里 冰球组合被怀疑要增加戏份 复现的戏份比主角还要多 这让观众们很不爽 也让观众们对他们失去了好感 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表演 一位好的演员 他的每一部电影都会让人觉得新鲜 都是不一样的主题 不一样的风格 不一样的风格 不一样的道路 这样的话 就会有品质的产出 三、没有真实的人物形象 在这个圈子里 从来都不缺少漂亮的艺人 但真正能在一线艺人中站稳脚跟的 却是少之又少 有些艺人 在成名之前 就已经在装逼了 可他们也是普通人 想要塑造自己的形象 就得费一番周折 歌迷们都爱闪亮的你和不假磁色的你 同样也想要做回你自己 一个人设出来的艺人 迟早会被人遗忘 公众又不是傻子 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如果一直带着一张假脸出现在公众面前 他们也会觉得累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所有人面前 这个人设就不会崩塌 四、有趣的心灵 漂亮的外表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但一个有趣的心灵却是无价之宝 娱乐圈里的明星 长得好看只是一方面 天赋好 学历高 舞蹈好 滑雪好 滑板好 骑自行车好 绘画好 有两个就是加分项 两个就已经很难得了 有意思的是 他们想要的是真正的偶像 想要有自己的思想 有自己的想法 不想被公司牵着鼻子走 五、明确的事业计划 对自己的前途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思维有很深的层次 看待问题的角度也很高 分析问题的角度也很宽 虽然面对着很多的诱惑 但他还是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坚定地做出自己内心的决定 肖战能在最火的时候 将自己的重心放在了戏剧上 这一点 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向他学习的 如果有一部新的电影进入了公众的视线 那就别急 稳招稳打 才能走得更远 上述仅是我的一点看法 如果有什么缺陷 希望大家能提出来 我会认真的采纳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